好,所以這邊這個機制 有一個很高深的名稱 叫做Michaelismanton Methodism 有一個名稱 M&M 不是巧克力 Michaelismanton 有聽過嗎? 有聽過 好,那就是第一次出事見面 Michaelismanton Michaelismanton 記得有這個東西 特別在講酵素催化的時候 Michaelismanton 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但是你現在看到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深好的地方 他可能只是剛好是Michaelism 還有Manton這兩個人提出來了 但是他還是在我們整個講的動力學 這個機制的放抽當中 所以有時候不要被 看起來很複雜的名字嚇到 好,那我們這邊要來解 我們用一個不太一樣的解法 稍微比較有挑戰性一點解法 不然的話現在到目前看起來 對大家來說應該太簡單了 因為我們從Linderman mechanism 就一直在repeat 其實是很類似的東西 雖然它都是apply在不同的機制 不同的反應上面 像在Linderman mechanism 還有在液態當中 對不對,都一樣 那這邊的話 我們用一個不同的方法 來解 1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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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p加1 這邊是k1 k-1 k-2 3 10 1加s 1 2 3 2 2 2 여러 3 机构不是冰棒 show me the ice bar show you E0 initial就是一开始起始的条件的时候 那就还没反应前 我们就说enzyme是E0 然后呢substrate受体 S0 然后呢如果反应掉X 反应掉X那你就减X 那S呢 如果他们刚好是1比1的关系的话 那他就是不是也减X 那这边就加X 我们现在先讨论这个部分 那他这边当然到product 他一定要经过ES这边 然后再可能有相当一部分 才能过去到product这边 但是你从这个机制 你也可以判断出来 他过去变成product的机会高不高 高啊 因为我们表示他回来的机会很小 所以这边根本没写 也就是说他只要一旦形成ES 他就会到product去了 好 好 那E这边呢 一开始这样 change了这么多 那么equilibrium也就是什么 这边就10减X 那这边呢 S0减X 这边加X 好 所以那我们刚刚把这个式子 写出来这个式子 用这边我们可以带的带进去 那这边还需要注意一个事项 就是质量守恒 就是质量守恒 mass balance 所以 因为X是从E那边来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后来 那那个E0哦 就是得E加上X 还有咧 S0呢 S加X 加上 我们如果说他还没有完全反应完 那就是有一部分 他已经变成product的话 product浓度也加上去 OK 所以我们把这边的关系是带进来 E等于什么 你看这边E嘛 E等于什么 E是觉得E0减掉X 带进来 好 再来S呢 S等于什么 等于S0减掉X减掉P 对不对 好 很简单的 杨彦珍 还OK吗 懂吗 好 就是你这边这个项 用这个项来带换 这个S 用这个项来带换 然后再来后面继续写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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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就是X ES这边 现在是用X 好 然后等于0 因为我们把它apply到 Stated State Approximation上面 好 那接下来也就只把一项整理一下而已 一项整理一下 这一个项 这边这样子 等于0 对不起 这边你要 X你要用有 这个浓度的符号 你就都统一 好 那所以很多项里面都有 X的项 然后这整个 等于0 所以你从这边去一项整理了之后 你可以得到X的表示方式 你从这边 Stated State Approximation 你可以解出来X 它跟什么有关系 你可以看到 它跟E0的关系 跟S0的关系 还有跟其他几个不同步骤 它反应机构 它的每一步的速率常数 这之间的关联性 你就可以解出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说吗 我们在讨论 在要了解酵素推化的问题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知道 substrate 还有enzyme 某一个特定的enzyme 某一个特定的substrate 它们在反应的时候 这个enzyme 它怎么去影响到反应速率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某一个特定enzyme 然后它的 跟某一个特定的substrate 它每一步这之间 反应速率 常数这之间的关系 以及ES ES 他现在是用X X 这个就是ES的浓度 好 看起来好像很多符号 但是你只要去follow 它这个机制 其实反应机构是很简单的 那它每一步 你某一个species 比如说E它的代换 这个你掌握清楚的话 其实它这个技术 根本不是计算 它只是在你一项整理而已 好那你这个式子整理来之后 你要能够去appreciate 能够去欣赏它 这个式子 它背后 它呈现出来的物理意义 或是它告诉你哪一些宝贵的讯息 只有看得懂 只有看得懂 式子人才能懂 它死背的一定看不懂 好 Consider Initial Reaction Rate Initial Reaction Rate 一开始发生反应的时候 你速率能不能走的表示 如果你的反应速率 你们可以把它定义成是产物 随着时间改变的量好了 这是反应速率 好 那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才刚开始反应的时候 那个t是趋近于0的 就是很 还没有走很远 才刚刚开始而已 p近似于0的时候 那p 因为才刚开始反应嘛 所以也都没有product product近似于0 那这个时候v0等于什么 product近似于0 那这个dp dp dp dt等于什么 你从这边看起来 我们刚刚已经用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算出x了 但是你回顾一下 我们在 你之前在做计算的时候 你算出这一步还不是终点 我们通常最终需要的是速率嘛 速率那就是product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随着时间变化 你从这个机制来看 可以怎么表示 是k2 ds 对不对 它只有product只有从这一步 唯一的途径嘛 从这边来 所以一定是k2 ds 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用x来代替它了 所以就是k2ds 也就是说 反应速率 等于什么 你就把k2乘上去 所以去面 k1k2 10s0 然后这个像 你就照写 所以我还写到旁边来 比较好 比较好看一点 k1k2 10s0 好 那这边啊 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表示方法 不同的书或者是不同的人在用的时候 可能会看起来情势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人会习惯 因为这边都有s0 他会把 有人会把它分子分母 同除以s0 如果说同除以s0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子 假设我们看看 同除s0 那同除就表示还是一样是反应速率啊 对不对 所以 以p 以t 也可以写成怎样 k1k2 10 那你已经除以s0就不用写了 那这边因为也除以s0了 所以也不用写 那再来就变成是只有这一项 这个k-1k2这边要除以s0 好 所以我们还可以再从这边再衍生 如果我们把k210 k210 给它一个新的符号来表示 然后呢 k-1k2除以k1 用一个新的数值来表现 好的 只是在变换而已 然后没有 没有在做危机分还是什么 只是纯粹的变换 那变换之后变成什么 我可以直接查掉 从这边继续衍生过来 如果说我们让k210 把它比5变成一个新的参数 好 只是纯粹带换 把k210代换成这个 然后把k-1k2 加起来除以k1 定义成另外一个新的数值的话 那这个表示方法可以变成什么 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好 如果说Vmax或是Vm都可以 Kmax、Vmax都一样 max或Km 我们说的这只是一个符号 当然符号它背后有物理意义 但是有时候物理意义 你要把整个式子都导完之后 那个意义才会比较突显出来 那你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带换一下的话 这个式子会变什么 K210变成Vmax 那同除以K1 你看哦 从这个式子来 我们现在又要再变哦 这边变成Vmax 然后分子分母同除以K1的时候 从这一步啊 是不是变成这个Vmax 好了我一步一步写好了 看你们 没头走得很用力 好你看哦 我们这一步没问题吧 这一步没问题 好那我把这个K210换成Vmax 那是不是这其他造钞 K1 Vmax 然后这边继续K1 然后这边K K-1加K2 除以S0 OK 这边这样可以哦 从这边我只是纯粹把这里换成我刚刚定义的给他一个新的符号而已 好 然后呢 因为这边上面下面分子分母都有K1嘛 所以同除以K1 同除以K1之后变成Vmax 然后呢这边也除以K1嘛 所以就变1 加上什么 这边要再除以K1 所以变成K-1K2 K1 然后S0造钞 对不对 S0造钞 好 那我这边有定义了一个新的这个符号嘛 叫Kmax 它就是这个 K-1加K2 除以K1 好 所以这边我就可以用这个新的符号来代表它 变成是这个Vmax 除以1 加上Kmax 对不对 除以 S0 好 好 那我刚刚说了 我们这个符号不是随随便便高兴换就换的 一定是有一个意义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 K210 它为什么叫max 它的意义是催化的最大数率 Vmax 它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催化的最大数率 那这个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你想一下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K210 就是它回去的那个几率很小 或者说它这边这一步忽略的时候 好 然后再来Kmax 它的物理液 效素与受体的亲和力 就是你这个enzyme 跟某一个特定的substrate 它这之间的亲和力 为什么它能够用K-1加K2除以K1来表示 你想一下 从机构来看 你看得出来吗 K1 K1是形成这个 对不对 那K-1呢 回去 K2呢 变成product 那如果酵素的轻 酵素跟受体 它的轻和力越强的时候 表示K1越高 对不对 然后越不容易变回ES 或者是变成P加S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比值 这个 K1就是全部都会跑过来P E加S形成ES的这个数据常数 分支要消耗ES的 有两条路可以走嘛 它可以走回去 从K-1走回去 它也可以从K2变成product 那这两个 这两步 代表的都是酵素跟受体它要分开 所以这两个的比值 它的物理意义是酵素跟受体之间的亲和力 好那从这边我们解出来这一个关系是 它 怎么去解读 我们怎么去解读它 从我们过去的经验 你要去了解一个柿子 你可以去先情境模拟一下 假想 比如说其中某一个浓度特别高的时候 那种极端的情境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柿子 我们得到这个柿子 它给我们什么 启示 好 第一个 那个反应速率 N在这种 酵素催化反应 的反应速率 跟什么有关系 跟E0有关系 跟你 当然跟你一开始酵素的 amount 的浓度有关 好 那再来还跟什么有关 K2 还跟K2 因为你这边虽然有K1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把它通出 酸子分母通出K1的话已经消掉了 所以 比较重要是K2 就是变成 我们从ES要变到product的这一步 K2 所以它Depends on K10 跟K2 比如说 比如说情境E K1 S0很高的情况下 那速率 那速率变成什么 酵素催化的反应速率 近似于什么 你看一下 当你的S0很浓度很高的时候 那你从这边来看 S0的浓度很高 S0的浓度很高 我们直接从还没有带换这边影片 S0的浓度很高的时候 底P底T 它会去进行什么 这一项是不是 如果很大的话 变成这一个项很小 是不是就忽略掉了 那忽略掉的时候呢 product 它的数据变成什么 近似于K2 D0 对不对 也就是近似于 这也是为什么 Vmax那边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的Vmax 或者 做酵素催化的人很喜欢这样 一向一来一去 有时候会没有仔细的话 你可能会移到头昏远化 但是 其实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是在一向而已 所以 如果 我们把10也移过来好了 好不好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把这个10移到 跟product 跟DT 这个rate 同一边 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吴欣云可以看得出来吗 他代表什么意思 DT DTP 知道吧 就是每单位时间 它的product的浓度变化的量 那如果现在连10也过来抽一脚了 那表示什么 每10 你看有多少的enzyme 你一开始起始浓度 每一开始的时候 你enzyme起始的浓度有多少 就是每多少 然后每单位时间 它改变P的量 好 那这个值 刚好就等于K2 有follow吗 有吗 后面的同学 好 我们这边做的简单的一个事情 只是 把10 移向过来 那移向过来之后 你再从这边 重新去解读 这个式子 它所代表的就是 你每单位时间 你看你起始的 效素浓度有多少 它可以convert多少的product 好 它可以convert多少的受体 变成product 那这一个值 相当于K2 所以在效素催化的动力学当中 K2 有一个 它自己的名称 叫做turnover number turnover number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point K2 当我们在讨论效素催化的动力学 它的机构的时候 K2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物理意义叫做turnover number 它决定了 它决定了 就是K2多少 K2的大小 决定了 起始 每单位时间 每起始浓度的enzyme有多少 它可以convert多少的product convert多少到最后变成product去 跟K2有关系 这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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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这边还有把中国的特别方言标出来 好 所以这个turnover number turnover是什么 转变过去 转变转化率 转化数 转化数 就每一个enzyme 它可以在每单位时间之内 转成多少product 变成多少 让多少product的产生出来 这样转化 turnover number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定义帮助你们去思考 turnover number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 Number of molecules of products per molecule of enzyme that can be created per unit of time per unit time 就每单位时间 每一个enzyme的 每一个酵素分子 它可以产生 多少个molecule的产物 那通常K2是在什么范围 通常 一般来说K2它是每秒10的2到10的三次方 这是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范围大小 那有的时候比较更有效的酵素 它可以每秒10的6次方 这个转化率 这转化率就是每一个每秒 每一个酵素分子 它可以转化多少的 那个原来的受力变成长度 所以是很有效率的 一个酵素分子 然后转化成这么多的长度 那一样我们可以画一个关系图 我们现在如果是用它的速率分子 它最大可以达到的速率分子它的反应速率 好的比值 如果是最大那就是1 它可以达到它最大可以达到的数据的时候 那就是1 这两个都比值 那如果最大是1 但是它在某一个特定条件当下 它的速率只有0.5的话 那就是0.5 那个比值 然后这个是S0 以及考虑到它的酵素清和力 酵素跟受体清和力的时候 好 所以 这边的话可能会呈现这样一个关系 是就是 你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的速率还没有达到最大的 它可以达到的期限 它的潜能完全发挥了 但是你S0如果越高 好 除以你的酵素清和力 除以你的这个Km的时候 它会呈现这样一个关系线 好 OK 所以我们酵素清和 酵素这个催化反应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当然还可以衍生出很多东西 如果你日后有机会遇到的时候 至少这边先帮大家引入门 好 你知道这个Legmere Isostrum 然后你知道Michael's Menten Mechanism 然后你知道Turn over Number 这些很重要的概念 好 对以后会有机会接触的时候 会有帮助 或者是你再去接触到一些蛋白质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在酵素 有的时候在生医啊 或是医学 他们会去谈酵素动力学 那一样是动力学 只是他们把他们的重点 就是集中Focus在酵素这边 但是大原则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想我们那个动力学的部分的话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热力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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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